在南部至少是有酒家分店的连锁团购超市尊亲 在近期是陆续有分店打折出勤 而且随即就停业 有家盟主就发出了声明指控 说总部负责人疑似是恶意诈欺倒闭 还急欠庞大款项和货品 而公司登记地的男子总店 从上周六出勤之后也是大门深锁 高崇市消保官就表示 会主动联系业者 了解是否损及消费者权益 南部海瓜子喊出两盒五十元出清 在高坪至少有酒家分店的连锁团购超市尊亲 高雄六盒分店十一号宣布五折出清 吸引民众排队抢购 但疑似是总部无预警倒闭 高雄和屏东的加盟分店出清止损 分店陆续出清还有人募集厂商到人武店搬货 民众不明所以 屏东东港店声明稿明确指出 总部负责人恶意诈欺倒闭 还急欠货款货品 大社总部里头乱七八糟 来到公司登记地的男子总店 邻居则表示上周六出清后就大门申索 台湾近年兴起类似的团购超市 主打提供价格较低廉的生鲜蔬果 吸引消费者青睐 若民众有相关消费纠纷 高市府提醒可向小保官申诉 小保官表示目前尚未接获尊卿的消费纠纷投诉 会主动联系业者了解状况 确认是否有损及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尊卿下午则发声明澄清 为稽欠员工薪资 以及文山及东港加盟店款项及货品 反控加盟店涉嫌毁谤 保留法律追溯权 记者陈幻许正俊高雄屏东报道